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没错 本来病毒这个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大自然这个环境 它本来就是有很多的神千上万的这个病毒细菌都在 那当然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病毒 COVID-19的病毒 是的 而且呢它现在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当中 总是会出现新的病毒 这个毒株出来 可能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呢这个影响力应该还是会持续 对吧 对 那现在就变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我和Iris我们会聊到的一个就是医疗 对 没错 那么其实这个说到这个新冠COVID-19 对我们每个就住在这个地球当中 地球村的所有的人的话都是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那么虽然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大家好像已经有点慢慢的习惯 但是怎么说呢 你像生活中平常都要戴口罩啊等等出行 各种的不方便的话我觉得对大家的生活其实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幸好也有这个疫苗现在是研发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全球也在推进这个疫苗的接种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想要来谈谈这个疫苗的问题 之前政府已经就是发布了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 就是分批不同的人种啊就是按年龄段的什么来进行分批接种这个疫苗 那么其实到9月大概现在是到9月1号开始吧 是吧我们就可以16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自己自行去预约这个接种疫苗了 而且呢我们这个现在疫苗话说回来 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就是只是官方来说的话 就是只有一种就是辉瑞疫苗 大家能接种到的就是辉瑞疫苗 那分两针制 就是说第一针跟第二针之间呢最少是隔21天 也就是三周的时间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现在 因为政府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就开始接种疫苗 因为真的要大家做好一个就是跟病毒长期抗争的这样一个准备 那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疫苗的接种率 对没错因为你只有打了疫苗就身体内有了这个抗体之后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付这个病毒 因为它一定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我们是必无可避的躲无可躲 所以你只有自己有这个抗体才能够对抗这个病毒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已经都接种了疫苗 对我是打了第一针你呢 我也是 不知道你接种完了以后你自己有没有明显的反应 对 其实我在我没有去打这个疫苗之前我已经听说过 好像说第一针的这个疫苗的话你打的时候其实反应还好 不是说特别大 像我本人自己去打完这个疫苗的话呢 我是当天的感觉不太明显 好像第二天就开始会有点特别想睡觉 就是人会比较疲惫一点 然后我那个接种的地方的部位就是会手臂比较酸痛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好像隔了第二天就没事 完全就像对跟前一天的这个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刚才说的那些我看到艾斯你也有带到我们就是从那个现场带回来的这个卡片 然后所有接种完这个疫苗的对没错 大家应该也都拿到过类似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当天去打完疫苗的时候 打完之后医护人员给我的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宣传单张吧 也就是说你打完了这个疫苗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啊等等 都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包括他们还非常细心的给我一张小卡 附上这个小卡片是写上我下一次就第二针疫苗的这个注射的时间 这个就是你的注射凭证 对对对 这个就是每个国家不一样 就是说明我已经注射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目前就是我们注射 所以他在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他说你要保留好这张卡 你要保留好这张卡 这个是你就是已经注射好的一个一个就是记录相当于 因为后面这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信息啊会有你的名字 对还有什么时候接种的日期 然后还有你的NH number 你这里有没有写NHI number 没有 我的那个有写我的NHI number 因为我这个不是在嘉一那边预约的 对对就是相当于是walking这样子去接种的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从嘉一那边预约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那个好吗 我的那个跟你不太一样 我们就是直接打电话去预约 因为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经验 可能跟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会先收到一个邮件 就是通知预约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展全面疫苗了 你什么什么时间可以去 然后呢他们当时给我提供的这个选择 你也可以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直接去 或者不能的话你可以上网去选你的时间跟地点 那我当时给我推荐的是在manuka 离我自己住的比较远 那我就上网去想说改一个离我家近一点的 但是网上预约的这个程序不能通过 就是它只能是让我选去manuka 就近吗还是说 没有就网上我没办法去改 它在我当时选的那个时间点 它是没办法去改到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其他都fully booking也不知道 但是好在呢就是其实在星期兰一直就有电话预约的这个程序 所以我后来就通过打电话的一个方式 那我就跟把我的这个收到邮件的这个时间地点 跟他说我希望说去哪个哪个哪个地方离我家近 他会帮我找 他会帮我找你家最近的那两个点 然后哪个时间你可以很耐心的帮我把这个reschedule好了之后呢 我就去到我们的那个接种中心 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卡 只是跟你唯一不同的就是上面我看 应该也就是因为我有NHI的number 其他跟还有这个buck number 就是我们就是在那边约好的一个 就是每个人预约它会有一个number 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注册的一个ID吧 对 那同时在这个卡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你它会提醒你下一次接种的时间 对没错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其实你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像算是一个接种的一个凭证了 它上面是有说 对所以说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地保管好这个卡片了 没准哈 我们可能未来那个当然以后会实行一种电子疫苗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或者电子护照 可能会有电子化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对那个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你你去接种除了他提醒你的这个时间之外 所以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那同时艾瑟手上拿的这个宣传册呢也已经很详细的 像我去接种的那个地点甚至都有中文的这个文宣资料 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接种到的辉瑞疫苗是一个什么样的疫苗 它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我们注射完了之后 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对这就是刚才你说我身体就是接种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至少首先呢就是说会需要我们在至少二十一天之后呢 我们会要接种第二针 也就是说第一针跟第二针中间的间隔时间呢是三周 当然现在已经被改到了 就是建议说我们可以到六周这样的长度 这是一个选择性的就是你有一个更多的选项 如果你是之前已经预约好了下一针的这个接种时间的话 就是大概三周之后的话呢 你也可以如果你现在想要改变这个想法 想说延长一点这个间隔的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去改这个下一次的这个接种的时间 对刚才我们也说这是一个选择性的 就是说我们因为卡上面已经你已经打过一针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告诉你下一针的时间 对没错那你这个你是可以改 也可以说就按原来的时间去 对如果您希望说更让这个两针之间的间隔时间 更长一点你是可以去改他的 你可以就是到六周都没问题 对没错所以说呢其实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呢 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 包括但是我们护士都非常细心就会提醒你 如果你接种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特别酸透 特别不舒服的话呢 他可以建议你可以吃一点就是像 对上药就Pasib 对对对对 这些的药物来帮助缓解一些这些不适的症状 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贴心 而且怎么说呢这个接种疫苗吧 还是对大家是有好处的 因为给你自己是多一重的保护嘛 没错没错 疫苗真的它本来你就刚刚我们最开始也说啊 它可能有分很多国家不同的药公司 他们都有在做科研有在推出他们的这个 甚至呢现在也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可能会有这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 对 因为病毒出来有之前也有说那可能辉瑞以后会不会要到三针 这个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这至少来讲我们目前来说就是 对 两针隔到三到六周这样的一个一个时间长度 对那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疫苗对身体的保护以及打完以后 对 这个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节目的下半段的时候 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聊一聊 没错我们待会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Vivian和Else带来的快乐生活家 没错欢迎回到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的一些相关的方 呃 是讯吧算是也对 对 其实因为我们两个因为都是打过一针的这个疫苗 对 但是可能每个人对疫苗 刚才Else也说到 哎他打完以后 可能第一天还没感觉对不对 对 第二天就开始 打完的当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呃 睡了一晚之后我觉得这个身体的疲惫感会更加的强烈 包括这个手这个接种部位的那个酸痛感的话 也是会比较强烈一点 第一就刚接种完的当天其实是还好没有什么反应的 嗯 我也是我是在一整个白天打完的第一天的白天是丝毫没感觉 嗯 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 是 然后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胳膊会有一点点酸胀 呃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到的呢 其实只是想跟大家说有个别的这个反应啊 其实是很正常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不要太恐慌 对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听到说哎 会有呃 这种那样这样那样的不适感 就不想去接种疫苗 嗯 但是我们嗯 爱人想跟大家说的是 接种了疫苗之后 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 但是 他接种了疫苗之后始终对你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说呢还是 对 嗯 我们一来说到这个大家首先对这种 就是有一点点的反应不用太 呃过紧张 因为本身呢我们在接种完疫苗 我们接种了疫苗的这个程序上来讲的话 你不是打完马上你就回家的 对 你也会需要在那里留关20分钟 对 那那边会有医护人员 嗯 就是那边的工作者 他是随时可以观察到你的情况 你是觉得哎 有什么太多问题 对 你free to go 对吧 这个是第一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反应 之前好像还有听说有的人就是淋巴肿大干嘛 对是的 对 但是其实也是可能反应算是比较强烈的 对 有的人反应强烈 有的人反应 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对 就像你说你可能第二天会有点困 我是一点困意都没有 我是 可能我平常就困就比较缺强 好吧 睡神在你那里 对 然后对就是但我就没有困啊 对啊那还有我我父母也有在我之前就开始接种 他他们连胳膊 就是他觉得有一点点酸 他我是晚上觉得会有一点点抬不起来 他们就比我的这个反应更轻 对 所以可能个人的体质 对或者说对这个疫苗的吸收反应都不一样 其实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对 都是正常反应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么其实我马上就要去接种第二针的疫苗 听说呢这个第二针的疫苗反应会更加强烈一点 但我有听朋友说 建议就是在接种第二针疫苗之前呢 你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C 可能对于这个反应的话会有所缓解 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有这个科学认知医学认证了 但我觉得平常补充一下 我也是也是也被你身体是无害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接种之前 几天就提前先吃点这个维生素C 那我补充一下 对 你比我先接种第二针 告诉我倒是 好我就先挡小白鼠 那刚才我们也说哈 就是疫苗的就是鼓励大家去积极接种 因为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个长期和病毒共存 这样一个准备 那除了这个打疫苗之外呢 可能大家平时要做到的 或者会要需要考虑药的就戴口罩 对没错 对不对 因为过去哈 也都有在说 呃就是像 我知道在我们纽西兰还没有那么 极力推广打疫苗的这个时候 在中国可能是在先开始做起来 然后会有一些公共人员就是说 你就会点名说 你一定要去打不打就怎么怎么样 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点反感 哎呀干嘛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选择啊 什么的 可是时间再过半年之后再来看 现在呃 就说美国联邦政府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会要求 你没有打疫苗 他你会给你时间点 什么时候去接种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不能在第一线工作或者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大家 就是疫苗的这个普及哈 我们要有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 不管它的治愈率是百分七十百分八十百分九十 还是多少 那至少它是有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到大家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大家要去接种 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常态 对 过去我们可能觉得不对的 那现在应该要调整这个想法和心态了 对不对 第二刚刚我们说口罩也是一样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带着口罩的话 会有点不舒服而且不太方便 那么呃但是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也是没有办法 就真的是算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措施吧 我觉得你能够呃做好这些措施 让自己减少这个感染上病毒的这个可能性的话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 那就呃一点点的不便也算不了什么是吧 毕竟这个关乎你的身体健康 关乎你的生命的这个还是更加重要 是的 然后刚才说到我们这个除了口罩疫苗 然后我们以前经常会要提到的这个APP 就是我们的这个行踪追踪的这个软件 就是说可能个人行踪的这个追踪 可能过去会觉得哎呀这会不会侵犯隐私啊干嘛的 而且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比较严谨都会去哪里都会扫嘛 然后疫情 对 对 对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坚持做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懒一下哦 我不用扫了吧 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社区病例就不需要了吧 但我觉得还是要还是要这个习惯还是要对 要养成这种习惯 因为就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经历来说 特别是Delta在出现之后 你看现在一下子那么多个国家又开始就是被感染 那你一旦有这个这个行程追踪的用这个APP的时候 就你需要溯源 你就必须要有个东西去严谨的记录 你要办怎么找到那些人 才可以追踪到这个源头 对对 这可能会是以后今来今后的一个趋势 对 那么说到趋势呢 还有一个趋势 对 就是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疫苗也有关系 对 因为其实近期政府好像有宣布说 有可能我们要这个打开边境了之后 在之后的明年的这个就是大概2022年的时候会开放边境 但是这个呢不是马上实现的 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相关措施来 来到帮助这个打开边境这项措施的实施 因为包括像我们边境要开放的话 那么对一些可能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来说 他们就可以凭着这个接种的凭证 然后进入到我们新西兰边境 不需要隔离 反正具体的话呢就是要分布实行 但是这一系列的工作还是非常的漫长的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去实现这个 是的 其实新西兰政府 其实是准备用半年的这个时间 来把我们自己先武装好 然后来 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关闭国门 我们不可能永远不跟世界接触 对不对 不光是对新西兰 对中国 对美国 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因为我们必须要交流 这个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各个方面的 必须还是得要有交融 那怎么样在疫情 又有病毒存在的同时呢 又还能够继续交流呢 除了有这个疫苗作为身体的保护之外 那可能以后的通行证件是什么 疫苗护照对不对 对没错 说到这个 刚刚Vivian说到这个疫苗护照 好像现在我知道 纽航是已经是有提出就是说 把这个乘客他们接种过疫苗的一个凭证 就是记录下来 就是通过电子的相当于电子护照的这种形式 对 所以说 目前来讲 它的这个疫苗护照 其实是AIRTA 就是国际航空协会 他们主持开展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希望说未来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全球的一个体系 对对不对 就是不管你是从 我回国也好 还是说你去澳洲也好 或是去哪里玩的话 我们我们的护照上面 可以要显示接种到它的 都已经打过这个新冠疫苗了 因为说到这个病毒是没有办法消失 我们是已经做好了 与这个新冠病毒共同存在的这个心理准备了 是的 那我们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就是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说目前我们说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疫苗护照和和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些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对对那其实这个护照的话 还是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就是凭证的不一样 所以说你可能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疫苗护照的话 你去到别的国家也未必是可行的 确实没错 就是在我们开始关注到的这个方面 我们就已经看到 因为疫苗护照刚才我们说 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体系 那它的目前 因为它在不同的国家开展 那它所出现呈现出来的信息 它会需要的什么 就是你的护照上面的信息 对 我们的人名出生日期 然后我们的护照号等等 然后呢以及最主要的还会要体现出 我们就说接种疫苗的名称 护照剂量以及接种的日期 对对这些 因为其实疫苗它也是有这个有效期限 就是你接种了它是多久之后就是 可能你要再去接种是吧 嗯嗯哦 你说的是第二针的那个时间吗 就打完的它的药效就是可以在你的体内 就存活多久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嗯这个我还要跟加一去核对一下 但是可以说的就是我们首先要获得这个邀请函 就是这个电子护照的这个邀请函 对就是就申请邀请函来注册这些信息 之后呢 而且呢这个邀请函也不是马上就能得到 对那卫生部的网站 其实我们可以可以看得到 好虽然目前的目标呢 可能可能是说在20个工作日之内可以拿到 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对那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的这个护照哈 它用于显示这个黄热疫苗接种的黄卡 它是不一样的 新冠疫苗的证书是没有 目前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一些国家认可的这个疫苗的 追准的这个确认函可能在别的国家还 目前来讲还不能确认 就像我们说 国产的这个疫苗 我其实有跟这个健康部有核对 前段时间有跟他们打电话 有些我知道我们有些家人可能已经飞回国 或者说从国内的亲友想要回来 新西兰那他们在国内打的疫苗 是不是可以在就是最近政府公布的那四个step 就是说已经接种疫苗可以免隔离的这个 这个条件下呢 就是到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是不是接受中国的疫苗注册的这个凭证 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回复 就是说它目前这个疫苗步骤所适用的 这个此时此刻所适用的这个阶段 还是针对的是以后 这个希望的是说新西兰的这个疫苗 对它的产地 这个是一个值得发展和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消息的更新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 关于疫苗的一些信息 其实主要也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去接种疫苗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最基本的一个 对大家的一个保护作用吧 是的 而且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也期望说未来成为一个 除了疫苗对我们自身有保护以外 那你有了疫苗你才能够申请到这个疫苗护照 对 没错 也成为一个能够以后 让大家能够自由出行的一个前提 对不对 我们希望说疫苗护照尽快的能够实现 能够你我都能拿到 对 没错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期待下期节目开会了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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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